市長就看了一下這個泰安這邊的景色 也覺得這邊非常的依人也非常的舒適 那我要講說後裏其實近幾年來說 整個觀光的一個發展其實是發展得越來越好 那在搭3018的話 其實陸續相關的建設起來 其實會把這個後裏拿到一個況況的重鎮 那在這個發展底下呢 我們就在想說這樣的一條路線 是不是能夠更帶動山線跟海線整體的一個觀光的一個發展 我們也知道海線未來有很多的一個 新的一些觀光的一個景點 那以及一些allet等等的 那未來海線會很好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發展 那現在山線跟海線之間怎麼樣串聯 我們以前比較比較被邊緣化的地方 把它縮短這個城鄉的差距